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新闻重点 日本社会汽车出口强劲 有在下滑与日元贬值等利夺因素 十月出口创下八个月来最大增幅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 与纽西兰总理凯一会面 习近平说今后会继续加强 及改善中国人权 美国人全天正会 在台湾时间凌晨四点开始 时间讨论中国人权与香港民主问题 欧元区十一月民间部门经济活动意外减速 十一月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也下滑 且比市场预期还糟 其实年底前经济难有起色 欧洲央行被迫再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压力打增 美国总统欧巴马当地时间周四晚间 发表电视讲话 宣布以行政命令修订移民政策 他说参议院通过法案已经一年半 但共和党领导的众议院 拒绝在简单不过的投票表决 他目前采取的做法是合乎常理 欧巴马宣布对于在美国居住了五年以上 有小孩是公民或永久居民的人做了登记交了税的 欧巴马的移民法一旦通过 可保障最多500万非法移民的工作许可 保护他们免遭驱逐出境 立法院下周因为选举停会一周 今天赶在会前三读通过性别工作平等法修正案 释放利多 修法增定雇主应给劳工五天有薪产减价 男性的全薪赔产价也从现行的三天增加为五天 此外修法也提高雇主在薪资顺迁上的性别歧视罚则 从先行最高50万元一口气增加到150万元 选政倒数候选人维安相对升级 今天早上连顺文到太平市场败票 辖区派出所动员维安 不过连顺文没有穿防弹衣 全程由远景跟随 林顺文到市场扫尖民众合照来者不拒 旁边远景贴身保护 还有刑警跟拍 防止败票过程有任何意外发生 虽然国安局建议候选人穿上防弹衣 某林顺文表示目前没有这样的规划 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100秒 社会与汽车出口强劲 有在下滑与日元贬值等利多因素 日本10月出口创下8个月来最大增幅 达到6.69兆日元 汇丰控股昨天公布 11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出值为50 低于市场预期 并降至半年来低点 反映制造业景气 濒临衰退并远 欧洲央行20号公布 买进资产担保证券的规定 最快21号就会开始收购 美国网络零售商亚马逊的 机器人军团今年终于正式成军 举备在年终购物季派上用场 国王协助亚马逊在假期购物旺季 加速出火 新唐人亚海电视整理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在今天下午解散国会众院 同时推迟不得人心的增加消费税计划 根据华尔街日报昨天的分析 任务首相安倍晋三推迟上调消费税的决定 标志着他提振日本经济的计划 进入更激进的新阶段 政策重心从消减债务向经济增长转移 这可能也是澳美国家密切关注的一项决定 我们今晚会有完整的报道 接着我们来关心下节新闻重点 早前被香港政府拒绝发牌照的香港电视 历经拖折 周四在网上开播 当中讲述特首选举的连续剧选战 就有超过百万人观看 乌克兰举行拒绝种族灭绝展览 揭露81年前 苏联工程党为了维护政权 人为制造大饥荒 饿死了数百万乌克兰人 更详细的新闻内容 请锁定新唐人五间新闻 真正的笑容 等待你来拥抱 我们有热情的生命力 惊喜的美食 华物的四季 台湾处处感动你 这是蝴蝶飞翔的美丽岛屿 亚洲之星在这里 感受属于你的跳动 台湾之星连你行 台湾 For Mosa The Heart of Asia The Time for Taiwan is now 台湾 For Mosa The Heart of Asia 我喜欢你干净收爽 我喜欢你除臭抗菌 我喜欢你舒适透痒 Unitop 组好除臭袜 使用黑金钻除碳纤维 给您前所未有的干爽感受 防眉抗菌持久弹性 海水透气冬暖夏凉 除臭率百分百 坚持最好环保健康 现在就上网搜寻 Unitop 组好 最欢乐的时光 最顶级的享受 满足长中青少佑 不同族群需求 亚洲最大海洋航行者号 房家购物大道 精品伶俐 赤资百亿元打造 超过五十二项休闲活动 预定六月二十六 七月一日七月四日 您一生中最极致的游轮之旅 山富旅游 零二四四九三五三五 想拥有精心健康环保 又美好的生活吗 摧取自远古生物化石 潮汐为构造的硅藻土 可吸收调节湿气 是绝佳的室内壁材 日本最新科技专家指定使用 防潮 防污 除臭 抗火 节能又环保 健康住宅的专家 风域国际 归早起居生活 常见的口腔疾病 主要是口腔卫生没做好 根据科技研究发现 颜壁的活性碳 具有强大的虚附分解能力 能减少押菌般滋生 搭配汗药配方 缓解您口腔问题 本产品通过SGS重金属 集散绿砂检验 是天然活性碳 汗方结压粉的品质保证 颜壁活性碳 让您笑容在线 欢迎回来 年底九合一大选进入倒数阶段 候选人进行最后冲刺 就在此刻香港雨伞运动 已经坚持了50多天 为了就是真的能够达到特首普选 港生观察台湾选举 觉得最可贵的地方 就在于全民参政 候选人也有自由 借由参选表达诉求 香港人站出来为政府选而战 50多个日夜 参与雨伞运动的民众 持续坚持 而就在此刻 台湾正要举办 史上规模最大的 九合一选举 选举之下有一个很可贵的地方 就可以让你真的会有一个长河 去表达你想透过选举 告诉别人你的理念是什么 你的故事是什么 你的经历是什么 是有这样的一个空间 让一般民众去参与政治 柯文哲 共赛 柯文哲 共赛 柯文哲 共赛 柯文哲做市场的两个承诺 开放与参与 Open and Join 这次素人柯文哲 主动参选台北叙角 还有以十方为生的老兵 赵延庆也来参选 超较200万的保证金 企图用参选引起关注 老兵候选为例的话 其实这都看到 征服选的非常重要性 门槛只是那个钱的问题 那我们看到现在香港人 在争取所谓征服选的时候 就是因为那个门槿太高 例如说他这种人 就算你有钱都不能去参选 不能去选香港特首 在台湾生活青年的港生 韩俊贤观察 连底的九合一选举不同 以往有更多政治素人主动参与 而陆生蔡博弈则选择用镜头主动记录 满多年轻人站出来 愿意来挑战体制 然后愿意用选举的方式改变社会 那我觉得还是蛮感动的 你好 里奖候选人简明红用吉他与选民互动 蔡博弈1.1滴铁旋记录 也跟着一起东奔西跑 比较辛苦的 就我们每次拍他 就应该是跟他拍垃圾车吧 对他追那个垃圾车 大概要从8点多 就追到11点半 就才 还有点累的 曾参与太阳花雪映 陆选蔡博弈 正正台湾年轻人 从消极到走上街头 甚至主动参选 这些在台湾的港生与陆生 正在亲身经历感受 甚至记录最真实的公民民主 新唐人 姚特电视 虎仲翰 高权伦张远亭 台湾台北采访报道 继前中审法院前首席法官李国 公开回应雨伞运动及禁制令等问题 另一位受港人敬重了中审法院 非常任法官包志欣 新一世在谈到雨伞运动时 说只要港人及传媒 仍然忠于法治 法治便会存在 67岁的中审法院 非常任法官包志欣 过疏人大学颁发荣誉博士学位 他致辞时鼓励青年 力求刚正不阿 不要为追求物质上的利益 而牺牲正直的人格 又说人权已经成为 法律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对建立即维护自由公平社会 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 回应雨伞运动 对于占领行动是否冲击香港法治 他认为香港不会失去法治 被问到法庭是否冲击香港的 被问到法庭是否被人摆上台时 包志金表示 本身仍是非常任法官 不方便评论与禁制令或律政司相关的事 新唐人记者林秀怡在香港报道 香港最后一院驻港 驻香港总督彭定康 今天在美国国会佐证 声援香港民主运动 彭定康通过岳阳连线表示 如果抗议的香港年轻人是他的孩子 他会为他们感到骄傲 这是美国国会首都的香港雨伞革命后 召开听证会 曾中两院议员日前并提案 要求国务院恢复每年向国会提交报告 关切美国与香港关系状况 11月19日 中共前总理朱镕基之子朱云来 罕见现身浙江乌镇的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并发言 分析称 朱云来可能是在习近平阵营和江派刘云山 争夺舆论话语权的网络争夺战中担当角色 香港雨伞运动的金钟占领区遭强制清场后 有港媒称 港府最快下礼拜二将会对旺角占领区清场 并称已有1500名警力待命 炖酸菜酸菜涮锅是大陆北方人冬季餐桌上不可缺少的佳肴 今日有沈阳市民爆料称 沈阳近郊荒地有两个神秘大坑 内藏数万斤发出酸臭气味的酸菜 并含有高量容易致癌的亚酵酸盐 习近平扫荡江泽民势力又有官员落马 中共河北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梁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而梁冰也在2012年来台走踏政商界高层 新唐亚开电视整理报道 在乌克兰大饥荒爆发81周年之际 乌克兰举行了拒绝种族灭绝的展览 展览不仅展示了共产党造成的乌克兰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镇压 也表现出了乌克兰人对共产体制的长期抵制 从展示的资料和照片中 可以看到乌克兰人抵制共产党的规模 乌克兰各地的人们都起来反对斯大林的统治 在大饥荒发生之前曾经发生过5000多次抗争运动 人们从和平示威、罢工发展到武装起义 但随后不久 抗争民众就遭到了素维埃政权最为严厉的报复 人们的名字叫《волинка》 他们叫《волинками》 很常常在这些舞蹈演出的影响,因为他们不是他们的性格, 因为他们不是姓的,他们是在这些宗教会中的状态, 他们是统伤了反应的状态,他们是在这些宗教会中的状态。 当我们知道这些计划的不可谓,他们很常常运动到娃娃的封铛 也许甚至没有武器 这能够设备工作 就是那些纬,那些枪,那些枝 由于惧怕民众的抗争运动会导致共产专制政权倒台 斯大林当局便人为制造了1932年到1933年的大饥荒 饿死了数百万乌克兰人 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18号表决通过决议 希望将平壤政府领导人依违反人道罪行 送交国际刑事法庭调查起诉 但北韩却扬言可能以更多核武世报回应 11月16号发生在美国纽约布朗斯区的华裔乘客 被推落铁轨事件 警方在18号将凶手气纳归案 这名凶手是非洲裔游民 前科累累有过30多次抢劫、射毒、纵火、人身攻击等犯罪记录 他还在本月6号在曼哈顿西四街推倒过一名华裔男子 当时没有造成生命危险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今天传出枪击案 目前已知至少三人受伤 而校方也紧急发出危险状态通知 目前枪手已经被捕 但还不清楚作案动机 英格兰北部养鸭厂爆发 据高度传染性的H5M8禽流感 与不久前德国和荷兰禽流感属相同病毒株 世卫组织专家首度警告 可能会出现H5M8病毒人类感染案例 新唐友谈电视整理报告 接着我们来关心下节新闻重点 五月天团圆马莎 今天凌晨在脸书剖出喜讯 表示已经和设计师女友结婚 第五十一届金马奖颁奖典礼 即将在周六登场 有超过八成的入围者确定出席 男女主角的角逐精彩可奇 更想谢新闻内容 请锁定新唐人五间新闻 部委科技集团 追求机制 领航全球 欢迎回来 选战脚步逼近对手 再次将矛头指向柯文哲 国民党立委昨天在立法院质询时 过去曾以具有争议的医疗手段 进行人体器官移植 涉及违反医学伦理 柯文哲作出回应 你到底今天是要打谁吗 你是要打柯文哲还是打台大院还是打台大院 我觉得这个选举有点失控 就是说 我想这个真的有点失控 这个我感觉这个已经乱了 你到底是要打谁 我想这个真的 我的感觉就是为了一个柯文哲要去选台北市长 整个台大院吃鱼之样 我觉得这实在太过分了 科班秘书长李应元已到台北地检署提告 控告网路上散播传言的网友 指控其涉嫌诽谤 意图使人不当选 台南市国民党市长候选人黄秀双 今天上午到台南东市场拜票 选战进入倒数第八天 黄秀双的行程从早到晚排满满 他也谈到要如何保持充足的体力 来看到稍早的访问 我记得小时候爸爸妈妈都称我为剃骨 因为我属牛 所以他们就说我像撞了一条牛一样 所以我的体力是很好 那喉咙的部分 家人跟朋友都提供很多保养喉咙的偏方 黄秀双上午在台南东市场拜票和民众一一握手寒暄 他提出老人免缴绞健保费和国中小免营养午餐费的证件 要挑战现任市长赖清德 选战胜最后八天可以看见他依然马不停蹄 希望寻求更多支持 有的消息来看到 五月天团员马莎今天凌晨在脸书po出喜讯 表示已经和设计师女友结婚 并承诺千金的手我们都不放 而马莎已成为五月天团体的第三位人夫 一张手勾手露出无名指刺青的照片 一篇两百字脸书文 三十七岁的五月天团员马莎宣布喜讯 已经和最爱的设计师女友Vicky结婚 还说我知道已经牵紧的手我们都不会放开 除了柴米油盐还会有各种意外的感动 字里行间都是成为人夫的喜悦 五月天出道近二十年 马莎蔡真彦对恋情一向小心呵护 之前被逼问感情事 团员兄弟还会出来挡架 谢谢啊 对不起我不会回答这个问题 为什么你们就是被公开之后 感觉怎么样 我们今天的爱是大爱 好 谢谢 前年马莎获得金曲最佳作曲人奖 去年在台北开设音乐咖啡厅 事业感情两得意 而五月天中团员惯诱 石头都已经成家 现在黄金单身汉只剩下主唱阿信 汉团奖怪兽 新唐人亚特电视整理报道 华语电影界的年度盛世 第五十一届金马奖颁奖典礼即将在明天晚间登场 这次有超过八成的入围者都确定将出席参加 男女主角的角逐更是精彩可奇 去年金马五十半奖典礼 历届影帝影后起居 星光云集 而今年金马五一的入围者也不遑多浪 有超过八成的入围者都排开行程 要来参加这次华语电影界的年度盛会 今年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奖 由唯一来自台湾的演员张正 曾经拿下金马影帝的香港演员刘青云 本次入围最佳新导演 最佳改编剧本 最佳男配角和最佳男主角 四大奖项的大陆演员陈建斌 几个月以前才以白日焰火 获得国陵影帝的大陆演员廖凡 以及金马奖史上首次以外国人身份 入围最佳男主角奖的日本演员 勇来真名角逐 各个都是硬抵制演员 本届可以说是亚洲大对决 也让这次奖落谁家更加令人期待 而金马五一的最佳女主角五位如为者 包括演技如何纯新的国际机影后巩力 这也是她首度挑战金马 还有以突破过去形象回归演员 表现出纯手演技的赵薇 加上已经获得台北电影节影后的陈湘琦 连续三年扣关金马的金马影后鬼伦妹 以及曾经拿过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奖的汤薇 两岸五位优秀女演员 使本届金马影后竞争更为激烈 今年的最佳剧情片 则是由台湾的卡诺迎战四部大陆电影 能否把奖项留在台湾 也让人格外关注 新唐人亚台电视黄廷峰 台湾台北综合报道 而新唐人电视台与大纪元时报首次共同举办的 掌握两岸3D高端客户 迎接2015全球华人市场新契机说明会 昨天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吸引超过200位台湾产业代表参与 并对新唐人大纪元媒体报道价值表示肯定 罗声不断 每一敲锤都代表企业界对新唐人电视台 及大纪元时报的肯定 不同就是说你们整个网络是全世界的 一般的话都是国内台湾 或是临近东南亚 真的太佩服 太佩服 新唐人跟大纪元长时间以来 在全球华人媒体的布局非常的成熟 这是我今天非常惊艳 我有很多的想法 能够布达给台湾的一些产业 这些经营者或企业者 那他们能够知道 其实有这样的一个通路 可以让他们好的研发产品能够发向全世界 新唐人与大纪元国际媒体 以全球华人为市场 首次共同举办 掌握两岸三地高端客户 迎接2015全球华人市场新契机说明会 吸引超过200位台湾产业代表共襄盛举 近三小时的交流分享 参与贵宾 深刻认识新唐人与大纪元 不远全球的新价值 印象最深刻就是 他坚实他要报道是真实的 真实这一面 我觉得是每个人心中他是想要的 只有真实部分他可以走的长远 真实部分才会赢得所有人心中的 内心真诚去支持这件事情 这样子的媒体是非常罕见的啦 就是说他都是用真实的那一面来报道 给我们呈现让我们知道 我觉得他是一个正向的力量 真实报道的一个基础上面 所产生的一个媒体的一个区隔性 跟他的力量 然后呢这样的力量 他在服务我们的企业呢 在一个行销上面呢 有什么样子的一个价值 来跟企业界呢说清楚 新唐人与大纪元独立媒体 读者观众遍布全球 除了带给全球华人真实讯息 也加速推动各国产业 接轨国际合作平台 开创新兰海商机 新唐人亚特电视高间伦理 金金台湾台北报道 接着带您来看到 11月21号的天气预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唐人五件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